大家好,欢迎来到吃油青岛 今天我带您到青岛的海边去看一下 一处非常好的赶海地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处码头 由于适逢落潮 这里的潮水非常的低 再往前走的话就是一处沙滩 这里的沙滩下面埋藏着很多蛤蜊和蛏子 大家看一下现在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赶海 一边赶海一边可以享受亲子的乐趣 这床这么大 可以 光撬这肉 这里的礁石上布满着很多海粒子 今年的海粒子特别的肥美 搁浅了 对,搁浅了 你看今天推大潮 你看到没有 那今天没有这样的利子 今天下一个多啊 下一个多它就肥了 也喜欢油水 哦,这还也喜欢油水 嗯 嗯,他拨那个丝牙的驴子都不肥 哦,减点肥哈? 嗯,减点肥 你只顶着这一块脚尺,吓了火了哈 他好,他好久了,他自己睡了,有点问题 这是干海里的哈? 嗯,这三个晾三车才能三个斤子的 有个人说,他那个干海干了一天,然后休息了一个竹子休息过来 上一天的脚里端起来,他确实能睡 哈哈,那上一会儿练啊,一练打车啊 哎,背后那车还穷坏了,摔了 哦,就是得唱短练啊? 你得唱短练,挂什么样子,你得唱短练 你得唱短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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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时间,我希望你这么多这么多的,一大一大多的 你得唱短练 你得唱功夫 你得唱短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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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看一下这片海域 挖蛤蜊和蛆子 以及海栗子 都是比较适合的 甚至有很多的大学生 也过来赶海 由于这片海域非常适合赶海 很多人离开时都是满载而归